珍貴外來樹種加羅林漁木 此時正式盛開季節 黃白花朵現正盛開 民眾不用出國 來一趟大家去的溫州公園就能賞花 今天的活動我們結合了欣賞漁木 第二個我們節電宣導 希望大家一起在能源景說的時候 大家一起來節電 那還有結合我們社區的一些團隊 我們來有很多的表演 再來就是讓學區的學生 也能夠跟社區做互動 他們今天也帶來好聽的質地表演 對 總而言之就是非常棒 而且在我身後是每一個家戶裡面 他們不想要的書 還是長大的這些書 就捐出來二手書的交流 行碩大學裡是喜歡閱讀 跟我們的熊讚一樣喜愛閱讀 而且在漁木前面閱讀 在這個空氣很不錯的地方閱讀 身心靈都很健康 除了漁木我們的杜鑽花 我們三月才辦完杜鑽花節 杜鑽花是台北市的市花 我們在大學裡種了很多的杜鑽花 三月我們也讓我們的學生 李明 志工一起種杜鑽花 所以他們來到溫州公園是有感情的 嗯 非常的棒 連我自己都好愛來這裡 這裡不同的時段都會有不同的族群在這裡 我們這一棵在我們台電的施工處 這棵魚木其實在四十幾年 是四十幾年前我們的同仁 他的種下的 但是當初並不知道是這麼珍貴的 加羅林漁木 原來以為是芒果樹之類的 但是後來發現說 奇怪開的花竟然是黃白花 那後來才知道是經過台大的植物系的老師 他經過這個地方發現 他是非常珍貴的少見的加羅林漁木 那就是有一點無心插入柳承蔭 然後他就變成長得這麼的珍貴 他甚至被台北市政府當作 這個一個保護的樹 他還有樹名要去做保育 那我們也因為照顧這棵樹 我們也有得了台北市的樹藝獎 那這麼多年來 那他在這個時候他就盛開 就花朵就盛開 那大學裡這邊就會辦一些 為這個樹木辦的一個活動 這個加羅林漁木 那所以每年在這個時候呢 大概就是歡迎大家來 我們這邊看這一棵 這個非常珍貴的加羅林漁木 每年四月中旬左右 加羅林漁木盛開 立章舉辦音樂藝術活動 國小學校社區團體輪番表演 吸引不少民眾竹竹參與 主要是參加老婆同學會 然後剛好就在旁邊 所以就順繞過來了 那順繞過來了 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蠻新鮮蠻有趣的 而且還有一些活動 剛好又有小朋友喜歡的氣球 對啊我覺得是一個還蠻 感覺一個蠻 各個不同年齡層的人都可以參與的活動 非常的愉悅 然後大家都很 尤其是里長都非常親民 所以可以感受到所有的里民也非常的快樂 我們是榮安國小的學生 我是職地團的團員 今天來這邊表演這樣 很棒 就是一個社區的一個榮 大家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蠻開心的 那你覺得呢 就可以來這種公共表演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今天來過大學禮 我剛剛再一次看是哪一棵樹 結果是那一棵 來看見我們的大學禮 這樣子可以說要充滿了人文 充滿了藝術這樣子的一個我們的里政 所以在這裡也謝謝大家 尤其我們大學禮的服務團隊 每次辦活動 大家都是全心全力的付出 讓我們的里更有愛 然後我們更以守望相助 而且可以互相的關懷照顧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模範的一個社區 我們大家好好地愛護我們的鄉里 也當作我們自己的模範一樣 那每年的漁木節 幸運都會來對不對 每年每年 就一年一年的看著我們的漁木 還是一樣的漂亮 然後我們所有大學禮的李明 在我們的里長的愛護之下 照顧之下 還是都非常的健康平安又開心 那今年的漁木節呢 除了往常的表演活動 欣賞漁木之外呢 我們台電的長官們也都一直很支持幫忙 對不對 因為這個我們的漁木就在我們的台電 所以也非常的謝謝處長 多年以來的支持 那今年呢 還又特別有書箱氣息喔 今年還特別加上了二手書的交換活動 剛剛我們局長也講到 我們的大學禮 這因為我們旁邊又有台大人文繪翠 所以今年又加上了這樣子一個書箱傳承的活動 大家一起踴躍來參加 讓我們的大學禮不但是有愛 幸福 快樂 同時呢有更好的人文 更好的書箱 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傳承 我們一起把它繼續下去 再次祝福我們所有的活動圓滿成功 大家都非常的開心快樂 健康平安 高大樹形搭配耀眼花色格外強艷 台大學生 台北市民都爭相打卡朝聖 一堵這棵絕美行道樹 記者問君 台北報告